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說 有一成網月流雖然有安裝空氣清新機 但安裝的位置未起到淨化作用 造成食客間的傳染 他又認為教育局應該為學校 就空氣流動制定指引 其實那間食肆都做得不錯 因為他都已經裝了很多空氣清新機 不過全部都裝在天花板上 上層空氣就有淨化作用 但對於下面的食客吃東西的空氣 未必有淨化作用 裝空氣清新機 很重要的是你一定要令空氣流動 我相信這次有這個情況 有些位置是死位 即是那裏的空氣流動是很差 在這個情況沽染空氣 就會在死位聚集 關於空氣流動這個情況 和空氣清新的情況 其實不應該只在食肆 或者那些18個表列處所進行 譬如學校應該做得好很多 因為每年我們都知道 流感爆發在學校是很嚴重的 所以這件事我暫時都沒有聽到 這個教育署那邊提出一些很清楚的 不只是指引 因為我們知道如果學生有群組爆發 在學校他們會將病毒帶回家 而家裏也會傳給老人家 以致老人家因為這樣可以受到很大的傷害 對於是 谢谢大家